来到刘阳就不得不提白沙豆腐 究竟要怎么做好一块豆腐呢 我现在带你去找三千水 是源头吗 是两河的源头 因为这个水质很好 做出来的豆腐又鲜又嫩又软 你看我们平常都是用这里的水 我们做豆腐都是打理这里的水 这里是三千水 这个确实很清楚 有好的水就能够做到清嫩软的豆腐 就是我们把这个豆子挑醒出来 烤豆子就圆圆地溜下去了 这个不好的豆子它就不会溜下去了 挑好的豆子用机器磨成豆浆后 就要进入到手摇出浆 把它放到这个沙布里面过滤 就是把这个豆沙分离出来 如果你不用力就摇不出来 用力地摇 大概摇个四五分钟 摇浆过滤出沉浸的豆浆后进行点队 把石膏水倒入豆浆 搅拌均匀 再通过上模具 使豆腐成型 这个是做油豆腐成型的豆腐 就是我们用这个排刀 把它切成片 你看 这样切了 再换一个位置 这样切出来的就可能一片一片的 切片后的豆腐经过再加工 变成了香肝和油豆腐 我们也可以端上餐桌食用了 其实我吃这个大围山这个豆腐 白沙豆腐 我觉得和外面的豆腐其实有点不一样的 就更好吃一点 更嫩一点 就是为什么呢 刚开始吃豆腐的时候 是不是很累啊 我们是用的这个不摇出来的 如果你不要这样去做的话 就不感觉很累呢 您做这个豆腐多少年了 我做了十年了 因为我上辈也是做豆腐的嘛 我就感觉 我不想把这个手工艺流失下去 是不是 把它失传了 就觉得想把它做起来 想把这个整个村庄啊 带着付起来也可以啊 没想到白沙豆腐做出来是这么不容易 而除了罗云东之外 还有更多人在坚持这白沙豆腐的手艺 目前在白沙村 白沙豆腐每年的产值达到了八千万 带动了当地三百多人就业 通过豆腐产业带动了一个村 白沙村民也走上了幸福的生活